台中县有一名经营海产店的男子 日前因为和邻居发生了冲突 他指控对方冲进他的店内打人 还把他的乌鱼子打落在地上 让他损失惨重 而法官根据当时的搜证画面 认为损失应该不多 这个男子不服气 竟然把乌鱼子就兵存了两年 然后带着这些已经臭掉的政务出庭应讯 双方发生争执的时候 蔡姓兄弟齐聚在杨姓男子的店门口 互相控告对方打人 原来是蔡姓兄弟 我们杨姓男子养在店门口的狗狂吠吓人 于是双方爆发冲突 狗儿被打得不断哀嚎 杨姓男子也被打得嘴角流血 这是两年前双方发生冲突的经过 后来闹上了法院 杨姓男子指控对方将他当时 腌制的乌鱼子打落在地上 损失至少15万元 不过对方反驳 掉在地上的乌鱼子只有五六片 而法官也采信当时搜证的画面内容 这让杨姓男子十分不满 杨姓男子两年来将被打坏的乌鱼子 冷冻当作证物 不过因为无法证明就是当天被打坏的乌鱼子 这场官司恐怕还有得打